有時候就比較懶散一點 就最後就少做一個動作 不走進去直接就掛了 直接就掛了 不要把握把式深蹲 視為一種深蹲 但是為什麼它名字有深蹲 然後我們還是會用深蹲方式 做教學參考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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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來請主門的 Chash 跟不好意思還踢到這個 對 安全第一喔 所以就是要來 再蹲一下 首先呢 雖然我們前面有講過說呢 不要把握把式深蹲 視為一種深蹲 但是呢 為什麼它名字有深蹲 然後我們還是會用深蹲方式 來做教學參考 是因為呢 我們希望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下肢 包括你上半身 除了輔助的雙手之外 路徑都跟深蹲相同 所以呢 我們就要先來測試一下 這個握把的高度是否合身 那怎樣叫合身呢 第一個 你站在等一下要蹲的位置 通常就保護槓中間位置 雙手去扶握把的時候 你不需要去改變姿勢 所以假設這握把呢 太低 我們發現它必須要 一點前傾才可以握得到 另外呢 我們讓你蹲到底 好 請蹲下來 在最低點的時候呢 如果這握把太高 那會影響它手舉太高的話 那整個人的姿勢會改變 所以呢握把的高度 就必須讓你在全程喔 從你一開始接觸它 然後呢手可以扶著它 然後蹲下去到底 然後再上來 你的這個身體路徑 可以維持你 不扶握把的深蹲姿勢 假設握把設定的位置 會導致你的深蹲姿勢改變的話 那就要調整握把的位置 這就是第一步 調整位置OK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高度 剛剛看了也是OK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起槓 一般來說 深蹲要起槓的話 不管你是哪一種形式的槓 你是用背的 用捧的 你的腳一定要走到槓的重心下方去 OK 然後呢手呢再去扶握把 這樣子 好 那請先退出來 錯誤的話就是呢 它腳不動 它因為手有扶握把 所以它就這樣傾斜的身體 把頭鑽進去 然後想要藉由手的力量 和脖子的力量把槓取出來 這是不好的 事實上來說 這槓如果在高強度區 大重量的時候 就取不起來 根本拿不起來 所以呢一定要跟一般的取槓 是一樣的做法 就是你腳要走進槓的這個重心下面 那有兩種方式都可以 第一種方式呢是 我走進去 雙手扶著SSB本身 就扶著這兩隻 然後呢走進去之後呢 用正常的起槓方式 後退 然後我再去扶握把 這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呢 是我進去的時候呢 腳踩好 腳站對位置了 身體也挺住位置了 我直接去扶著握把 手腳並用的取槓 然後退出來 這兩種方式呢 在這個 以要做握把式身段來看 這兩種方式都是OK的 唯有就是手扶著 腳不走進去 直接用頭把勾起來 這種方法 是絕對不推薦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你選一個方式來起槓 好 我的習慣是呢 一開始就把握把先握好 人鑽進去 人進去呢 試著讓那個 我們的SSB呢 可以緊貼在你的 後背處的地方 不要讓它直接去壓迫到頸椎 這非常重要 因為有的人呢 鑽得不夠進去 起槓之後那個槓本身 其實是會晃動的 接下來起槓 然後後退 好 在這裡呢 我們檢查它 它站直以後呢 它這個姿勢呢 是跟它正常深蹲的姿勢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呢 有一些人呢 他會腳退太多 導致於身體有明顯的 嚴重的前傾 我們現在可以測試一下 就是說 它這個姿勢啊 如果把手放開 它基本上來說 是可以維持概略相同的姿勢 如果要走進去貼到底 走進去貼到底 走進去貼到底之後呢 讓它碰到掛鉤 然後呢 往下蹲 好這時候呢 槓領的重量已經被掛鉤接走了 它現在可以退出來了 那這個地方呢 很多人喔 就像剛剛講的取槓 取槓的時候呢 有些人手扶著 然後走進去想要這樣子取槓 收槓的時候 這種情形更嚴重 為什麼以前蹲完已經很累了 就直接往前一趴 把槓直接掛回去 這個腳啊 完全不想往前走 那注意喔 這個啊 當然不是說你這樣子一定會失敗 事實上這樣子 要成功也是蠻容易的 只要你的掛鉤是OK的 但是呢 這有一個風險在就是說呢 你往前傾的時候 你的基底面積 其實不在重量正下方 所以基本上你是一個 往前壓力很大的姿勢 如果沒有掛到的話 就一路到底了 所以說呢 一樣 手扶著 收槓一樣 腳部要走進來 OK 至少往前走到這個槓 可以貼到 槓貼到的時候呢 至少啊 不管你是兩腳道 還是說有一腳道 至少你的那個重量下面 是有基底面積在支撐的 OK 那所以呢 這就是收槓的方法 不管怎樣呢 其實這個大原則就是呢 這槓的正下方 要有你的腳的基底面積在支撐 你不能夠只有 讓手在支撐槓的下方 然後呢去掛回這個槓 因為呢 有時候重量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不一定是手撐得住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是你往前 你認為說 這看起來幅度好像剛好 那往前一掛 剛好沒有掛到 那就下去了 所以說收槓啊 一定不要懶惰 一定要把它走到底 這樣子 早年我們自己在訓練的時候 有時候就比較 懶散一點 最後就少做一個動作 不走進去 直接就掛了 直接就掛了 是不至於啦 不過呢 其實呢 那是冒了蠻高的 不必要風險 好的 本集節目由 最棒的ATPOV 贊助播出 強者我青大學長 真的像是這個 最棒的經典長收槓 我們節目介紹的 物法式神噸 這個安全的神噸架 安全的神噸槓 SSB的經典長收槓 還有我們之前開箱 介紹過的這個 六分離的地雷管 還有這個 兩座半的這個神噸架 還有甚至是 台灣大力士比賽 負重行走用的龍門架 還有車軸槓硬局的 車軸槓本人 甚至是他有出像什麼 銀牙長收槓 百二長收槓 不同的重心 不同的背負的方式 真的是特殊槓的專家 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力量訓練 這種純粹多元強壯的 這些特殊器材 歡迎你參考影片 底下的資訊欄 聯繫ATP用你 強者我學長HANK 超級推薦HANK ATP用你 棒棒 特別在出槓的時候 想說不要太遠嗎 那也不會太近 因為可能會撞到鉤子 那怎麼樣去抓這個 體感的距離 原則上來說 當然 這個 如果對於完全沒有訓練過的人的話 那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背槓先直接測試 先直接測試 他應該站的位置 然後試著蹲蹲看 看到這個 手臂長度 一般在蹲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說這個槓領 盡量在這個 保護槓的手臂範圍 而且越靠近正中間越好 因為你越遠的話 你越有跑出去外面的風險 你越近的話就會撞到掛鉤 所以說在保護槓正中間 是一個通常好用的位置 但是在這個位置去 你的手是否剛好 就要看握把的高度 是不是剛好符合你的身材 所以你站的位置 希望槓領對起保護槓的一半 但是你的手要可以剛好 從高點到低點 你扶著握把 都是可以做動作 不影響你路徑的才行 我們有了起槓 我們有了回槓的安全守則之後 我們要請Josh哥來對我們示範一下 基本的 該有的 還有我們該注意的 有哪些地方 好OK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來做一次握把式深蹲 首先呢 先把我們的後背的部分卡好槓 盡量不要讓它直接去壓到頸椎 這之前說過 再來就是把手放在保護槓上面 記得這保護槓的部分 不要把你的拇指或手指握住旁邊 為什麼 這當你蹲下去或者是回來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被你的SSB給敲到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把它穩穩的放在握把上 把你的身體走進來 重心在你的雙腳正上方之後 來吸氣閉氣站起來 我們再緩緩的推到適當的位置 一樣就是身體站直 然後蹲下站起來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你深蹲的動作 然後我們開始要做這動作 一樣我們保持我們的腹內壓的呼吸 吸氣閉氣 好到了第一點的時候 我們的臀位要低於膝關節 然後再站起來 就完成了一次的握把式深蹲 那剛才提到回槓的時候呢 我們要往前走 讓我們的槓呢 輕觸到我們的這一勾 然後蹲下 確認好沒有問題呢 整個重量鬆掉 才能再緩緩的走出來 這樣就能夠完成一次品質不錯 然後又相對比較安全的握把式深蹲 剛剛Josh哥要做這個動作之前 已經確認過很多事情了 比如說他的核心穩定性 他的護具 他的腰帶 他的經驗 然後這樣走出來蹲一下 其實這個也不輕了 所以真的還是再次呼籲 這是需要學習的動作 OK 那我們再請何老師 幫我們break down一些動作 需要注意的地方好了 OK 好 第一個呢就是前面講過 握把式深蹲呢 透過雙手的輔助 那你需要輔助的結果是 你要蹲出這個深蹲的正常路徑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深蹲需要注意的東西都完全相同 包含說你是否蹲到髖關節低於膝關節 蹲過大腿水平線的位置 再來就是說下蹲的過程裡面 保持中立脊椎姿勢 保持中立脊椎姿勢呢 意思就是說 你要蹲到某地方 你的脊椎骨突然改變形狀了 然後再來呢就是呢 你的手呢 他不是不能出力 沒有人說這個手不可以出力氣 但是出力氣呢 不可以去改變你的航道 你在低點的時候呢 你出力不要把自己往前拉 你在高點的時候出力 不要把自己往後推 這是很常見的 就你上來的時候去拉了一個引力向上 然後呢上過半程的時候 變推了一個伏地挺身回來 這樣子 所以就等於是把人拉離開那個中間位置了 那這幾個地方呢都是要注意的 再來呢 有一個比較細微的地方 我們一般在做背蹲舉的時候 因為呢我們的手呢是 背在這個位置 所以說呢我們的背 我們的夾背的姿勢 其實呢在背槓位置做對了以後 擠進去把槓背好 其實我們的背呢是 已經有一個夾背的結構存在 而這個呢製造出來的穩定性呢 可以幫助你的脊椎穩定 但握把式深蹲的話 那手不在這個位置 他在這邊 所以這個造成有些人呢 他這個手放下來以後呢 他沒有去主動穩住胸椎段的這種習慣 所以當手不放在這裡的時候 手會放下來 在影之下他的上背呢就開始彎曲 而且呢因為SSB本身 他是一個超高槓位 他比低槓式背蹲舉 以這種版本的槓來說 他比低槓式高一些 甚至比高槓式還高一些 所以呢如果說你是彎掉的話 他很容易就跑到前面去了 所以說那個壓力呢 就可能一部分跑到頸椎去 然後就非常非常危險 所以呢要挺胸 然後呢夾背 但是呢又不要過挺胸 我說過我們的口訣壓胸夾背 我們讓肋骨盡量靠近骨盆 然後肩膀往腰椎方向夾 製造一個最穩固的核心 那只是說呢一般在背 直槓背蹲舉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背槓的動作 協助我們從頭到尾夾好我們的背 但在握把式深蹲的時候 你手不在那邊 所以這時候呢很多人肩胛骨就跑位 然後呢胸椎也改變姿勢 那就變成一個不適合壓重量的姿勢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從頭到尾走一遍 第一步先取槓 所以呢我先鑽進去鑽到底 不要留空隙 再來呢就是雙手扶再腳走進去 好在這裡呢做第一次呼吸法 吸氣閉氣然後取槓 然後取槓過後呢往後退一小步 盡量在越少的腳步走到定位越好 所以剛剛花了三步是很常見的一種做法 第一步後退第二步後退第三步對齊 好接下來從這地方呢檢查一下姿勢 是否跟你直立的時候完全相同 那所以說呢你的這個 現在當然我們不會真的放手 不過呢你感受一下 假設你現在手放開 你是否需要調整的地方 如果不需要的話這就是你的起始位置 現在可以做一次正式的呼吸法 吸氣閉氣然後蹲到底然後再站起來 好請動作 然後吐氣換氣再來一次 好最後一次 好結束的時候呢往前走一步 讓槓鈴貼到掛鉤然後呢往下蹲 好當重量已經被掛鉤接走以後 就可以往下離開 好這就是我們做三下的一個流程 其實握把式深蹲啊 因為重量會再往上再往上 所以大概三到五下 比較少會拿來蹲個什麼二五十下這種 那看你的訓練目標 那其實呢握把式深蹲呢 它在做肌耐力的時候呢 其實也有它的好處 以往如果說用直槓深蹲的時候呢 在做高反覆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是風險相對較高的 因為你姿勢不容易維持 有時候做一做 你的腿還有力 你要多做好幾下 可是這歪七扭八的 都是有瑕疵的 握把式深蹲呢 它的這個穩定性比較高 所以當你呢 感覺到 有體能負荷了 開始喘了 心跳開始加快 開始累了 可是呢就算你的姿勢有點搖晃 你的手可以幫忙平衡 所以仍然會把這個效益呢 回到你的腿在蹲的這個部分 然後你的這個中軸 也比較不容易走位 所以呢其實 高強度可以做 低強度也可以做 那都看你的訓練目標 就是我們上幾個單集講的 能量系統訓練你在什麼區間 對 拿來做有氧 也相對拿槓鈴來講 是比較安全的啦 相對來說 對以上這個單集就是 最棒的握把式深蹲 那還是提醒大家要找 最棒的教練 最專業的教練 要來學習這個進階的動作 沒錯 對啊最推進的不用說 就是在這個地方 竹北的快速基地好不好 對希望大家都能夠 好好的學這個動作 我們一起向上適應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就下集見囉 耶 謝謝 這個不能用香菇吧 呃 沒有人用香菇吧 有人用香菇吧 滑达 因為其實 你覺得中立是肌力訓練的 重要原則 但是每個原則都可能會有一例外 他有一個相對自己重的指標 人中之龍的一個高點 有一個彩抗屬的 做嗎 還是這樣 你說的 沒有工補 我們等等 好 這樣 有什麼事 做的 做的 好 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